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去陈仓的路上又淋了雨 回来就病倒了 诺 这可如何是好啊 曹尊上任之后攻势日盛 三军都等着丞相调兵潜将呢 丞相醒了 请列位觐见 丞相 丞相 吻成啊 我病重得很 头痛欲练 从今天起 三句 就由你和王平来执掌 遵命 还有啊 让各部回营收拾形状 做好归尸的准备 三日之后 黎明启程 陆续撤回汉州 敢问丞相 这次撤兵是诱敌 还是真撤啊 当然是真撤了 医者 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 二者 雨季将之 那时道路泥泥 粮草难以转运 与其撑到那时无功而返 不如现在就撤 那 公县的城市如何处置 不需要了 都放弃吧 陈仓也要放弃吗 大军撤后 无需量导 可是丞相 陈仓丞下我军阵亡了上万的将士啊 我知道陈仓来之不易 可是大军都撤了 陈仓一座古城如何守得住啊 王平啊 末将在 大军撤后 拾两万人马在陈仓道口射服 三日之后再撤 警方曹真来袭 遵命 成将 退了吧 副帅 昨天半夜起 南边各城邑纷纷腾起烈焰 田亮后儿亲自领军前去打探 发现蜀军正仓皇而退 沿齐山大道返回汉中 诸葛亮为何退军 孩儿出事也不解 因此我率轻济追杀十余里 拿下了几个落单的蜀兵 考问后得知 原来诸葛亮病危了 病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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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达 你说诸葛亮是真病还是假病啊 这个蜀军他是真退呢 还是假退呢 这个嘛 傅帅 儿认为 诸葛亮真病假病并不要紧 关键在于 蜀军是真退兵 还是诱敌之机 少将军以为诸葛亮是真退军还是诱敌呢 诸葛亮用兵谨慎 他若真退 必然会在陈仓道口售下伏兵 等大军回到蜀境 伏兵才会撤去 我军不需追杀 只需前往陈仓道口 点焰一下蜀军留下的火灶 便知其香 如何知其香 军中造犯了 差这十人一造 如果蜀军留下的火灶过千 则证明有万军在此埋伏 如果没有火灶 或是火灶不多 则证明蜀军没有设下埋伏 我军则可放心地收复陈仓了 邵将军身同兵略 所说极确极敏 老夫敬佩不已 各位将军 本都上任时曾夸下海 说半月之内必能退敌 本都失言了 本都失言了 本都上任已经十八日了 晚了整整三日 整整三日 大都督兵为所致 诸葛亮落荒门逃了 大都督 大都督用非仁臣呢 停令 曹爽率前军 郭怀殿后 本都自提中军 依次进兵收复陋西各成义 遵命 遵命 福建 这是靖叔拓酉酿官带来的 他少话说秋雨将至 庸凉苦寒 让田剑棉衣 千万别染上风湿了 你看 这丫头是个贴心人哪 好生温暖 好生温暖 曹爽归赢了吗 还没有 你要记住 曹爽之才远在其腹之上 日后你要好生在运 解放 解放 肖将军回营了 父亲 曹爽斩户不下话 他们的马腹下面 全挂着水冰头 如此看来 诸葛亮真的退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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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他说 继续 对 利将军 昂明啊 吃亏了吧 别提了 我在陈仓道 埋伏了足足有五天 可是一个卫兵都没有来 直到我准备撤退的时候 卫军从东边冲杀而至 我就赶紧挥石迎战 可没想到 从西边又杀出几万卫军 这一下子我被两面夹击 腹背受敌 这卫军 卫军领军的将领是过怀吗 不是 是曹真的儿子曹爽 曹爽 他不是个纹固子弟吗 也能领兵打仗 这曹爽可叼着呢 要不是我的功奴手拼命放剑 恐怕他就断了我的退路了 这曹爽还真够精明的 居然能绕过丞相的伏兵 再挥头杀来 是啊 怎么 丞相病好了 不是丞相的病好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丞相根本就没病 拜见丞相 拜见丞相 过来说话吧 启离丞相 末将折损了五千军士 魏军到何处了 他们的前军已经进入陈仓城 武都 殷平和下官等城 也都相继落入他们之手 也都相继落入他们之手 丞相 其他城池并不可惜 没独陈仓是不得 他扼住了我军的良道 再说 丞相也并非是真的想推兵 如果连陈仓城 如果连陈仓这种地方 都拿来有敌深入的话 那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魏爷 你不就是舍不得陈仓吗 也罢 就算我向你借的 过不了多久 本相还给你便是了 末将于是 帮丞相恕罪 坐吧 我之所以下令 将所有粮草 改屯于齐山大营 就是因为那里地势高 但我没想的是 今年的雨季 比往年迟了七八日 现在看来 雨来得晚 必来得大 陈仓地势低洼 大雨之后 必会积水数尺 魏军粮草子重陷入水中 他们战斗力最强的 西粮消极 更会大打折扣 魏爷那 战机要看天意 天意所致 你想不胜都难 明大都督 要塞陈仓 重回到我军手中 好 郭怀 在 是 你即刻替本都督 写一道奏表 上奏朝廷 我军奋勇杀敌 日行百里 一举摧毁诸葛亮 三十万大军 胜利夺取了陈仓 等十多城池 在下这就举行 别急啊 郭怀 还有啊 少将军曹爽 亲率铁骑 斩杀蜀军三万有余 并率先杀入陈仓城中 请朝廷加功行赏 仲达啊 我看这道奏章 还是由你来拟写吧 拟写更有说服力 尊大都督命 在下写就是了 那就多谢了 陈仓真是个囤兵的好地方啊 好招在这儿做了半年将军 把这城墙住的 比洛阳城墙还厚 这真是个智勇双权之才呀 可惜死得太早了 陈仲达 父亲 你真要替曹真写表彰 向朝廷邀功卿上了 为何呢 我已经答应了 你知道表彰一上去 是自取其辱啊 百官必然大华 为何啊 父亲兵败 被曹真取而代之 而曹真一上任 立刻转败为胜 这样一来 陛下会怎么想 百官又怎么想 他们一定会想 以 司马仪这个人 不像是英雇郎氏之徒啊 他多么虚怀弱骨 多么宽宏大量 他和曹真已经近视前嫌 现正同心同德 为国复难 父亲 而不是说行 而是说真的 我也跟你说真的 陛下一定会这样行 特别是 等我的表彰到后 紧跟着曹真的拜报就到 陛下更会惊讶 你 这刚刚司马仪 还在为他邀功情赏 这怎么又败了 真是赖你护不上枪 父亲是说曹真会兵败呢 还没看出曹真的败相啊 父亲 父亲 还是那句老话 霍兮福所义 福兮霍所夫 父亲 你你就别跟人家卖关子了 你快教我吧 不教 自个儿琢磨吧 本都人马陆续而来 兵马越来越多 陈仓成晓恐怕驻扎不下 本都义 应将几十万人马撒开来 分到各城驻守 仲达 你看如何呀 大都督安排甚为妥当 那好 令 陈仓乃咽喉要地 本都督亲自驻守 仲达 你引义军驻守阴柄 遵命 郭华 在 你率本部驻守五都 遵命 司礼 在 你率两军 驻守东边黑市城 遵命 仲达 表彰可曾写好啊 请大都督过目 请大都督过目 忠达 多谢多谢 父亲 父亲让儿打探军情 Кор taco 就打探清楚了 龙溪各城 凡是比蜀军放弃的 都已经大伙分毁了 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大军退去 自然片瓦无存 这我早料到了 只是这诸葛亮 为什么单单留下了陈仓 这座最大的城池呢 陈仓是咽喉要道 冰犯庸梁的必经之地 诸葛亮之所以留下它 是为了以后再去陈仓 就这些 就这些 莫非还有别的 你再想想 儿想不起来 不怕 你不想想的 别别别 别别赶快 帮我 天哪 我司马懿胜曹真多疑 可我这池儿却属曹爽多疑 父亲 喝杯热茶吧 不喝 父亲 其实尔早就参图玄机了 当真 千真万确 说我听听 主格亮之所以留下陈仓 就是为了给曹真助军 陈仓地势地势 大禹数日以后 必会积水盈尺 到那时 我军的战甲就会泡烂 粮草会生煤 资重也会损坏 等到天一放晴 蜀军再来攻势 我军必大败 而诸葛亮最有可能 弃其他各成与不顾 集中优势兵力 专攻陈仓 专勤操战 大都督 陛下又为你增加了五千弹丰露 随增良田三千亩 殿农一千户 恩宠之众 我朝自开元以来 还没有一个大臣敢与你相比 陛下真是龙颜大悦呀 陛下这人哪 虽是年轻 倒也上法分明啊 陛下也夸了司马仪几句 说他与大都督你啊 同心同德 对大都督也是心悦臣服 心悦臣服不敢说啊 不过 此人近日倒是乖巧了许多 来人哪 大都督 把陛下恩旨抄写百份 发到各营去 让将士们都看看 皇恩浩荡啊 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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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去哪儿了 一身都是水 大都督 下官告退 好生伺候着 喏 孩儿刚去潜营巡视一番 你瞧瞧这件铠甲 铠甲 铠甲等了 铠日大雨 城里到处漫水 排不出去 营帐里也在 把铠甲都欧烂了 父亲 看情形 这阴雨还会持续 再过半月 所有的铠甲都会烂成碎片 刀锚也会生锈 如果蜀军来袭 那可就危险了 依你我该怎么办啊 儿以为 应该立刻放弃陈仓 率全军退回庸梁 不可 不可 陈仓乃蜀军北范之咽喉要地 如若放弃再多回就不易了 你马上发疏朝廷 请陛下下旨 从洛阳 长安许昌等地 转运兵器铠甲来 天一放情 一切都好办了 大孩儿担心 等不及铠甲兵器运到 蜀军就会回事攻杀过来 还有 屯粮也开始没变了 军师们吃着发霉的饭食 越生四起 现在 我越来越怀疑 诸葛亮是故意留下陈仓 好见上天之力削弱了 然后 你要是这么说 我还真有些担心呢 不过陛下刚刚扳下恩旨 重重赏赐于我 我怎么能就放掉陈仓呢 再等几日吧 你传令下去 叫各军好生守备 城内外要寨 都要天兵住房 去吧 诺 拜见丞相 各部都准备好了吗 丙丞相 全部都准备妥当 众位将军 前番 我军与卫军在齐山相持 我算准今年秋雨会多余忘年 所以称并退兵 率全军撤回了汉中 此外 还把隆西各处的城邑 包括陈仓留给了卫军 让他们在雨水中淋泡了近两个月 据报 特别是陈仓城内曹真所布 战甲凹成了碎片 粮草都已生煤 将士布满军心动服 曹真已成为瓮中之鳖 无路可逃了 丞相 快下占令吧 兄弟们早都等不及了 未言王平听令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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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靖军 你身材太大了 马匹都陷进泥里了 是不是等雨婷再进军 军 必须赶到陈仓城下 等待雨婷 传令下去 加快进军速度 凡有违抗着 战 诺 全速前进 快 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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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烫杯热酒 蜀军正在冒雨进兵 什么 上级谈报 承信实力处 已发现大乌蜀军 多少人 远远不断 望不到尽头 从喜好上看 是属上将军魏严王平 这两个人到了 足以证明诸葛亮 不远了 快快退 快快退下 快快传令 所有将士上升决机 诸葛亮来了 遵命 大都督 不好啊 诸葛亮把蜀军主卫跟精锐 都调来攻我了 少儿 快快派人出城 令更有手下 派人快来救陈仓 儿已经派人前去了 书军就要攻城了 放箭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完了 副帅 这已经完成被运人消失掉了 这样的剑 射不死蜀军的 立地 谁最后我杀着开 大都督 开车 别扯车 快车 快车 大都督 袁军来了没有 你 你见死了 叫你用兵自重 我要向朝鲜撒罕你 我叫这事别这毒 我要 我要远寻 大都督不好了 破城了 守经常关署杀过来了 弟弟 弟弟 快让人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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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帅 快出来 数据已经破成 洞关西关都湿了 只有南门可出 这些风势是我军少太用的 封锦 你赶紧换上一剑 二方你趁乱杀出城去 快 杀了 大冻冻 封锦 千万不要回头 当心被敌军认出来 快快赞马 封锦 求真 封锦 求真 表面 封锦 求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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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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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督 封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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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宗王兄 快 快 快把朕杀了我 不行 父亲 不行 来生再见 快把朕杀了我啊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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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小舟上 快动手 你看 元兵大了 元 元兵大了 谁 司马仪 于 于 我还以为是贼兵啊 原来是大都督啊 要不 我早就赶来救驾了 父亲 父亲 大都督无恙否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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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仪 你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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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督 赵儿 传父都督令 让将士们安心休整 告诉他们 就说我说的 诸葛亮断然不敢冒犯 把酒肉都拿出来 让将士们饱餐一顿 遵命 国怀呀 末将在 我曾替你写过一道表彰 现在你也替我写一道表彰吧 请大都督示下 这道表彰应该如何写 你上奏朝廷 大都督曹真 不听司马懿劝阻 贸然犯禁 致使我军兵败 丢弃陈仓等城 大都督曹真 抛弃陛下所赐的 朝廷服饰 改川蜀军 小卒战俘 弃三军而独自逃命 信得司马懿拼死相救 侥幸生还 言下三军无主 军心动乱 国怀 大都督 我是否严惑了 大都督所言 句句都属实情 禀大都督 这道表彰 我要请所有的将军 连名掌握 听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司马懿忠勇报国 攻盖天地 朕应三军将士所请 加授其为朝廷大司马 车济大将军 兼领平夕大都督 统领三军 朕并赐天子剑 锦袍玉带 以壮军威 臣领指谢恩 曹真 丧失辱国 凡事罪无可赦 但念其伤重而死 朕不再加罪 卓其子曹爽 故曹真灵鹫返回长安 归葬祖坟 钦此 朕大 别来无恙 尚好尚好 尚好 如无我相助 足下能重登大都督之位吗 孔明 朕本身南阳一庚夫 尚不知天术下不明大事 本该偏安一遇 包敬安民 为何屡屡逆天行事 强行用兵 如主阿斗愚蠢 莫非如比他更愚蠢 我受先帝脱孤之中 岂能不倾心竭力讨伐逆贼 庄大 如父祖皆为汉塵 九十汉路 不思报效 反诸篡逆 必遭天前 我只想雨膳一辉 而等定当灰飞雁灭 你 屁肤好大口气啊 孔明啊 听我一言 你我如今都是五十岁的人了 天命不永 余日无多 你我与其争斗至死 不如各自引兵班士 安享天年 原来你知道非我之敌呀 既然这样 你且归降于我 我赏你一辆四轮车 你我同归成都见主上啊 匹夫只会摇唇骨舌 搔手用机 舌死别无他能 匹夫听着 我卫国疆土强于数三倍 你逆天乏味 匹夫汉树尔 永远不能成功 如此看 祖下非要一战了 无论是斗兵斗将斗阵法 我都不拒你 好 你且布阵吧 在你阵法完备之前 我绝不趁虚进攻 羽毛 不停 傻子 放开 将军 不错不错 此人果然神通阵法 足下认得此人 别说是我 就是我麾下一偏将也可不知 此乃 魂元一气阵也 你也不阵我看 在你阵法行程前 我也绝不趁虚进宫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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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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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可时得此战